大家好 刚刚获得的消息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今天在喀布尔市中心 一家中国人开设的招待所 发生了爆炸 并传出有焦火的枪声 来播放现场画面 这是今天阿富汗方向最新的消息 这个招待所里面住的大多都是中国人 现在阿富汗政府 包括中国政府 现在没有对这件事有任何的声明 这是今天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最新的消息 实际上阿富汗现在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已经在边境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那么这一次很有可能 是针对中国人在喀布尔市中心 进行的恐怖袭击 所以我还是提醒 大家可以看叫家园 招待所的名字叫家园 这里边住的主要都是中国人 我还是提醒在阿富汗 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整个阿富汗的局势 特别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紧张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增派了部队 现在阿富汗和塔利班 现在针对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已经增并 下一步很有可能在巴基斯坦靠近首都 靠近首都伊斯兰堡这个方向 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包括白沙瓦 所以我还是提醒在巴基斯坦的华人也要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在高加索方向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 围绕着纳卡再次发生争端 这次是围堵俄罗斯的维和部队 这是现场的画面 阿塞拜疆的激进分子 在输沙至汉肯迪公路举行抗议活动 阿塞拜疆的激进分子封锁了整条公路 从输沙地区到汉肯迪 整个的高通路已被完全切断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从汉肯迪到亚美尼亚 唯一的一个通道也被阿塞拜疆切断了 这是今天抗议的现场画面 这条通道保证了 南部地区亚美尼亚控制区的民兵的 包括补给运输 那么现在这条路已经被切断 如果下一步阿塞拜疆进攻南部地区 那么南部地区的兵力就很难获得补给 现在俄军驻扎在这里 但是现在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者 也对俄军表达不满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塞拜疆总统 阿里耶夫也通了电话 主要是关于卡拉波巴赫抗议的问题 那么现在双方针对纳卡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 还要保证纳卡地区的稳定 但是现在整个高加索方向现在是暗流涌动 不能排除未来阿塞拜疆会全面吞并纳卡 那就是南部地区 那么伊朗一定会出兵 伊朗会出兵 那就和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在这个方向 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实际上中东地区 从伊朗阿塞拜疆亚美亚 大家可以看这是离海方向 再到阿富汗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实验派走廊 特别是伊朗在这个方向 到叙利亚以及阿富汗 它的影响力横跨整个中东 那么现在来看 伊朗现在和俄罗斯结盟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要围堵伊朗 包括阿富汗现在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 所以现在来看 整个的高加索方向 也逐渐的会进入到这种地缘政治争夺 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 阿塞拜疆和亚美亚会在这个方向大大出手 大家可以看这是输杀高松路被封掉 现场画面 纳卡战争实际上南部地区 它的兵力获得补给只能通过这条公路 那么现在这条公路被封 阿塞拜疆可以切断亚美亚军队在南部地区 所有的补给线 那现在高加索方向 再加上阿富汗中东 巴基斯坦 伊朗实际上和塞尔维亚 科索 大家可以看 整个事件实际上在东地中海方向 包括到中东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这样就是伊朗和俄罗斯现在已经结盟 伊朗已经公开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供远程导弹 弹道导弹 俄罗斯也向伊朗出售435 伊朗和俄罗斯已经完全结盟 那么这样的话 土耳其阿塞拜疆会针对伊朗地区 北部地区发动颜色革命 那么伊朗为了影响巴基斯坦 虚弱巴基斯坦对自己南部地区威胁 他也会联合阿富汗 联合阿富汗塔利班 针对巴基斯坦 针对巴基斯坦也会有动作 所以现在阿富汗国内的局势也会出现动荡 所以我说中国人现在在阿富汗也要警惕 在巴基斯坦也是 这个地区的非常动荡 那么中印边境 今天也有最新的消息 在阿鲁纳切尔邦也就是南部 南部地区阿鲁纳切尔邦 中印边界这个方向 那么最新的消息 解放军在三天前与印军发生了交火事件 双方进行了枪战 那么伤亡人数没有公布 时间是在三天前 地点是在达旺地区 达旺地区实际上就在这 达旺 它实际上是中国在阿鲁纳切尔邦 最靠近印度的边境地区 这个地区从2020年一直发生 中国和印度之间这种对抗 那么现在来看 双方在这个方向发生交火事件 也说明印度和中国边境地区 这个摩擦也在不断升级 那大家看看整个的形势 现在俄罗斯和伊朗结盟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 针对俄罗斯要围堵 利用北约和沃克兰结盟 围堵俄罗斯 在中东和中东国家联合起来围堵伊朗 包括阿塞拜疆土耳其 在高加索方向也会有行动 那么在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之间关系 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现在莫斯科对科索沃的局势 表示震惊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全天候准备监视局势的发展 俄罗斯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帮助贝尔盖德捍卫 与科索沃的合法国家利益 俄罗斯表达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 实际上在欧洲方向 科索沃就形成北约针对俄罗斯 针对塞尔维亚的又一个新的战场 你可以看 这个是高加索 巴尔干嘛呢 再到中印边界 也包括阿富汗和巴以散之间关系 围绕着伊朗 所以地缘政治会越来越紧张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 最近发生大规模流血 包括争端的地区都是靠近哪的 靠近中国 俄罗斯 伊朗 也包括印度 这个是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 发生大规模骚乱 边境的冲突 所以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围堵欧亚大陆 围堵俄罗斯 伊朗和中国 所以在中印边界 在中国和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朗问题上 包括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高加索方向 塞尔布亚 巴尔干方向 都会形成 俄罗斯与北约新的博弈 我之前讲过 实际上美国的用意 实际上是通过挑动欧亚大陆的对抗 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来围堵 那么现在呢 在中印边境 现在也在挑战 挑选中国 特别利用印度和中国边境的矛盾 后续呢 不能排除在台湾 台湾海峡 美国也会利用台湾问题挑选中国 所以我说 中国一定要准备好武统台湾 做好武统的准备 因为现在美国呢 碎片化中国 碎片化俄罗斯 这个目的非常明显 那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已经和伊朗结盟啊 伊朗呢 已经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 伊朗和俄罗斯的结盟呢 会在中东地区啊 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 特别是在伊朗的北部地区 高加索这个方向 它实际上和俄罗斯之间 这个战略目的是相同的 那么这样的话 俄罗斯从乌克兰向南到高加索方向 会和伊朗配合啊 那么这个链条呢 现在美国利用这个中东版北约 也很难打破 但未来不排除阿萨埃亚和土耳其 会肢解伊朗的北部地区 那么伊朗和俄罗斯 一定会出兵干预 靠近中国边境地区 阿富汗未来也会是争夺的焦点 围照着伊朗啊 包括阿富汗 国内局势也会非常动荡 所以现在在阿富汗的华人也要注意安全 巴基斯坦呢 实际上呢 他是因为这个宗教的问题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 他是支持沙特阿拉伯的 所以巴基斯坦和伊朗关系 本身呢 双边的关系就不太好 所以未来呢 巴基斯坦和伊朗在边境地区 还会继续冲突 那么就是说到中印边界啊 未来中印边界包括台海 针对中国美国啊 包括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 都会继续实施围堵中国 甚至在中国和印度边境 挑起中印边界的新的冲突 所以我一直在说啊 实际上呢 欧亚大陆要崛起啊 那么美国啊 他对欧亚大陆的影响 是关键的因素 所以一定要摆脱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影响 美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 能够很好的影响整个欧亚大陆啊 塑造欧亚大陆的地缘阵环境 那么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和伊朗的结盟 保证了欧亚大陆啊 中部地区 特别是伊朗这个方向 这个大门没有被打开 那么中国未来呢 还会继续支持俄罗斯啊 因为俄罗斯倒下 下一个就是中国 所以呢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包括和伊朗的合作啊 我觉得还会继续 这就是今天呢 阿富汗和高加索方向啊 最新的一个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